大家好 大家吉祥 新的一年大师以花开四季 耕耘新田的新春法语 来名利我们 其意义是精进勤于耕耘新田 四季常栽智慧之花 外界的田地 需要耕耘种植 其实我们的内心也称作新田 也有待我们去开花耕耘 新田不长无名草 信地常开智慧花 心里的田地要开花 才能播种 才能生长 才能收成 要用增上的愿力来开花新田 要用出礼的愿力来耕耘新田 要用菩提的愿力来播种新田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慈悲 智慧信仰力量 惭愧等保障 耕耘新田就是要发心 待人慈悲 发心精进修行 发心改变气质 发心减少烦恼 愿意耕耘新田的人 才能奋发向上 才能花开四季 才能六十吉祥 身心自在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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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赢